大家好,歡迎收看五間總結環節 我們請出嘉賓跟我們跟進中港兩地市 有Stanley在這裏,Stanley你好 先和你看看內地市 今天上午就個別發展 上證指數中午收報在3,050點,下跌11點 深淨城指升3點,報9,767點 戶芯300指數跌11點,報3,412點 創業版指數升3點,報1,761點 至於港股方面,上午都維持30-40點的跌幅 暫時報25,365點,跌37點 你看看港股,今天比較偏遠 主要受到中資金融股 尤其是內銀股向下 以及700騰訊 開始受署外圍的原因數 向下跌超過百分之一 影響了港股價升勢 今天在高位的整股 會否繼續考驗十天線的支持力度 機會都比較大 因為你看看今早的時間 雖然騰訊和中資金融股的表現 好像比較差 但比較有趣的是本地地產股 甚至像長和等 反而表現做得不錯 可以說是受得穩 甚至有個別來說 表現做得相當理想 令大市的跌幅收窄了一點 但問題是似乎市場的氣氛 開始變得有點逆轉 以及你可以說 早輪的時間 一些比較強勢的板塊 都好像科技股 都似乎那個形勢轉差了 而且看A股市場的走勢方面 你可以說是在早段的時間 雖然深淨那邊做得比較好 但上仲值那邊又好像比較低 所以變相之下似乎港股 那個勢頭有些轉弱了 所以你都真的可以說 假設在今晚的時間 但假設你外圍的科網股 都依然有一些調整的情況 可能股王騰訊 都依然有一些調整的空間 所以變相之下 港股依然有機會 可能要再下試25,300的位置的水平 不過那幅度又不是很多 跟現在比現在不算差很遠 但是25,300都可以說是這一輪的時間 當大市升上來這一陣的時候 就沒有跌穿過 所以暫時25,300的十天線 可以當一個叫短線的支持位 好 明白了 都和你轉體看另一個 就是比較重點的消息 主要說到 穆迪就是這個評級的機構 將中國的評級 由AA3下調到A1 由負面的指紋 去到穩定的位置 當然也拖累了內地市的表現 你怎樣看回這次 穆迪又去降中國的評級 之前大家也有看著 就是MFCI 會不會將A股去納入 現在MFCI 也都出來說到 都還有相當多的一些 制爪 或者是一些難題 在這個情況上面 暫時怎樣看回中國 在獲利的表現 我相信你說這些因素 似乎對於A股的行程的影響 不算太大 為甚麼呢 先說回MFCI 雖然大家都對它有寄望 甚至我自己都覺得 進的機會相對比較大 但你進不到 是否一定是很負面 有兩體 因為今次大家可能的寄望 第一 有的存在 不過因為規模是很少 大家亦都預期即使真的有機會 可能是叫入了也好 但真的那個比重其實是不高的 所以即使入不入也好 似乎我覺得實際影響 其實不是真的很大 至於評級機構 即是下調中國的評級 你都可以說這個是氣氛上的影響 還有今次的爭取點 都說中國債務那邊可能有些隱憂 但都不是現在的事 而且看回A股的狀況 今天叫低開完之後 馬上有些即使來説 都有些反彈 反映這個因素 大家似乎又不是很關心 很擔心 所以我相信現在這些因素 似乎對A股的影響又不是很大 反而A股是有些什麼的因素 影響著走勢呢 最主要都是這一排的時間 因為最主要是說 這個銀巾那邊 好像有點緊張 都令到似乎是A股 比例做得比較差 而且假日的時間 亦都有一些銀監會方面 有些高溫又是落馬 所以都是令到市場的氣氛 變得比較審慎 所以初步看 你只可以說A股現在的行情 叫做轉差了 不過好像之前所說 你可以說上半年都預算是不太好 而且我會覺得 似乎有機會真的要上中指方面 都有機會真的要再下市 似乎是3020這位置 好 明白了 然後剛剛提及到 內地的銀巾比較緊 其實都看回 Shybon 又再上升 亦都是跟LPR有個倒掛的程度 意味著麵粉現在就貴過麵包 銀行之間的同業資金成本 繼續上升 都影響了他們的收益率上衡的壓力 看回今天除了招行 3968升之外 靠穩去到22.8.5之外 其餘的內銀股 都要偏遠向下 怎樣看回現在的Shybon 高於LPR 的確對銀行來講 都構成了一定的壓力 但是我相信銀行 甚至你可以說 好像逼近月結 甚至下個月的時間 就叫做半年結 所以這個資金在抽金的情況 有機會都會繼續下去 而且內地方面 似乎在過去一兩個月的時間 大家也會見到 銀筋的緊的情況 都挺顯著 所以那個債息 才不斷叫做抽星 都反映這些因素 但對於銀行股本身 似乎氣氛上 都有個比較大的影響 因為嚴格 你看回現在內地的 我經常都說 如果以很多銀行的措施 或金融上的措施政策 基本上都是挺針對銀行的範疇 所以加上一些官員下馬 這些事件 似乎對銀行股本身 都真的比較不利 所以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要搏反彈 其實你說下半年的時間 搏一些內勸股 內險股 就比較好一些 內人股始終在風暗位置 所以變相之 內人股的情況 都真的不算太理想 所以初步看 多說那句 你說內人股要 買來搏 下半年有個比較好一點的表現的話 似乎買來險股 內勸股 比較直搏一點 好 反而下半年看好一些 內險股 或者來勸股 內險方面,26-28,上午都偏遠跌1.5-24.9 至於平保跌2.5-48.2,可以留意 時間亦差不多,謝謝Stanley剛剛詳盡分析了 中港兩地表現以及個別板塊的情況 中資金融股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的 明白,謝謝你了 我們休息一會,下午回來繼續跟進中港兩地表現